使用惠普打印机从Chromebook进行打印 如果您希望通过无线、USB或以太网连接 从Chromebook设置惠普打印机 您可以使用几种方法具体取决于您的打印机型号 使用HP Smart应用程序设置打印机 此步骤仅适用于HP加打印机 HP加打印机的型号后面有一个E 对于所有其他打印机,请继续到下一部分 要使用HP加打印机从Chromebook进行打印 您必须先在其他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使用HP Smart应用程序设置打印机 这是激活HP加功能以及将打印机连接到互联网的必须操作 注意,您必须向惠普注册您的HP加打印机 才能访问所有打印功能 您可以在HP Smart设置过程中执行该操作 首先,通过123.hp.com或应用商店免费安装HP Smart应用程序 安装该应用程序后,打开该应用程序 然后按照提示登录或创建账户 继续按照提示设置打印机 以根据您的偏好激活所有HP加功能 将打印机添加到Chromebook 此步骤适用于所有其他惠普打印机 要通过WiFi或USB连接将打印机连接到Chromebook 无需使用任何驱动程序或应用程序 首先,将Chromebook更新至最新版本的Chrome操作系统 如果您使用USB连接线进行连接 请将连接线的一端插入打印机背面的USB端口 将另一端连接到Chromebook上的可用端口 如果您使用以太网或局域网LAN连接进行连接 请将以太网电缆插入打印机的以太网端口 将另一端连接到路由器或接入点上的可用端口 在打印机端口处 绿色指示灯应保持恒亮 橙色活动指示灯应闪烁 如果您使用WiFi连接进行连接 则必须先将打印机连接到网络 您可根据自己的打印机型号来选择用于 将打印机连接到无线网络的方法 对于大多数带有触摸屏控制面板的打印机 打开设置网络或无线设置菜单 选择无线设置向导 按照说明选择网络名称 然后输入密码 对于大多数不带触摸屏控制面板的打印机 按住无线按钮五秒钟或者直到无线指示灯开始闪烁 在两分钟内 按住路由器上的WiFi保护设置或WPS按钮 直到连接过程开始 连接完成后 打印机无线指示灯停止闪烁 对于HP DeskJet 6000和6400 MV 6000和6400以及Tango打印机 按住打印机背面的WiFi按钮和电源按钮五秒钟 直到蓝色条开始闪烁 在两分钟内 按住路由器上的WPS按钮 直到连接过程开始 连接完成后 蓝色条将停止闪烁 在Chromebook上 单击右下角的时钟 并单击设置图标 然后单击设备 再打印机和扫描一下 单击打印 如果显示了您的打印机 请单击保存 如果未显示您的打印机 请单击手动添加 然后按照说明 添加打印机 从Chromebook进行打印 连接打印机后 您可以通过Chrome浏览器和支持的应用程序 打印照片 文档 网页和电子邮件 要执行此操作 请打开要打印的项目 单击打印机图标 单击目标旁边的下拉菜单 然后选择您的打印机 单击更多设置 更改任何所需的打印设置 然后单击打印 在HPSupport YouTube频道上 查找更多有用视频